新闻最快速 人物最深入 请听POP抢先报 哈喽各位听众午安 欢迎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玉 秋明玉 各位听众朋友 可以透过我们的APP收听 或是透过YouTube直播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官方频道 917 POP Radio 哇 今天又到了小玉聊天室的时间了 今天来到小玉聊天室做客的 是我非常好的一位兄弟 他就出了一本书 叫做未来总统学 还要讲述的是 解构魅力领袖的品牌策略 我们来欢迎师傅 师傅你好 小玉姐 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Harry Harry 哈利波特的Harry 你这个已经是你的第四本书了 这是我的第四本书了 哇 厉害 你现在已经变成畅销作家之列了 没有没有没有 那这个徐富翔请教一下 因为最近我们都 这个台湾你也知道 这个现在都在疯狂的一个政治选举期 2020年总统大选跟立委的选战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出了一个叫做未来总统学 对 当然啦 我必须强调 就是说可能一般人看到这本书 就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在讲政治 在讲选举 那确实不是 他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在跟大家解构这些领袖 魅力的这个来源或者是说他们所塑造的特质是什么非常有趣的一本书你借由每一个人的特质 那就是说要鼓励大家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想要发光发热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塑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是是 其实小玉姐也知道我这十多年多半都在海外 那其实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 我觉得当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讲到一听到我们台湾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觉得台湾其实为这个世界展现了一个民主的体制 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典范 而且也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 就变成说台湾可能每到大选的时候 或者是重要的选举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议题出现 那可能有的人可能会习惯在这个时候会对于你喜欢的候选人啊 可能会支持他或是反对他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其实更想去提倡一种态度 就是学习的态度 学习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也许在人生当中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缘分或是朋友 大家上车下车 那其实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认识这些人 这些人因为选举出现在媒体上 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 好 那也许选举过了 他们可能另有其他赛道 或是转换角色 也许就不见了 那这段时间之内 如果你不从他们身上 学到一些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而且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会是蛮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想带出这样的一个视角 许夫讲得非常好 说实在的 不管你讨厌或是喜欢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成为某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是 绝对是有他成功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这本书 就是要解构这些人 为什么他的人格 他的魅力 他的领袖特质 可以发光发热 被大家看见 甚至会吸引很多的一个追随者 对对对 那所以呢 我会希望说 大家有 可以来购买这本书 就是至少来翻阅这本书 他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是说 他贯穿古今中外 这相信你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因为你光写一个蔡英文 光写一个韩国瑜 王金平 柯文哲 韩国瑜这些人 那个郭台铭这些人 其实许夫是花了非常多的用心 他还比拟了国外的一些政治人物 从林肯 欧巴马 川普 甚至英国首相强森 然后甚至还可以追随到这个柴契尔 那个还有什么刘邦刘备 还有武则天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贯穿古今的 然后来穿插做一些比拟 所以我认为说 你是非常用心的在这个写作这本书 是 好了 那这个大家 我们这一小时就来先来解构几个 你在书中提到的一些这个政治人物 他们的魅力到底是在哪里 也可以各位做参考 如果你觉得你的光谱是跟这些人比较靠近的话 也许他们就是让你发光发热的一个参考典范 那首先当然了 你第一个写的是蔡英文 那讲到蔡英文的部分的话 他前半段 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读稿机 读稿机 那所谓你 但是我觉得你在书里提到读稿机 不是一个负面的名词 因为一般人常要读稿机 读稿机是死板板 没有自己的想法 就照着稿子 可是就你在书中写说读稿机 如果读得好演的好 你认为说是演的好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一个 至少不会出错 你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特质 对因为其实读稿机这件事情 就像小玉姐讲的 大家一听到可能会认为说 诶就是一个念稿的一个工具啦 或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读 呃 第一个他很幽默 可是第二个其实很浅薄 哦 很浅薄 因为其实我们做电视出来都知道 主播一定要有读稿机 嗯 那坦白讲 你能够坐在主播台上 那个位置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想法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读稿机呢 嗯 那就表示读稿机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可能大家都呃 听过或者是至少 YouTube上看过欧巴马的演讲 是 欧巴马是美国公认的 很会演讲的总统 对 非常有渲染力 他的声音 他的肢体语言 嗯 还有他在演讲时展现的那种气势跟魅力 嗯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在演讲的时候 你看起来觉得他是在发挥 可是他的前面是有一个读稿机的 所以他也是名副其实的读稿机总统就对了 他只是一面读 但是他把他读的 他好像讲读的很漂亮 读的在演 演演就是他的演 演说的功力是非常的强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当中有一些点可以探讨 我们应该说 第一个就是 呃 你作为一个总统的角色 你代表一个国家 嗯 你代表一个体制 而去对外展现而去发言 那你要是有一两个字不精准 甚至可能会引发灾难 甚至是战争的 嗯 怎么可能不用读稿机 全世界总统你要讲都是读稿机 那我觉得这当中我们可以延伸出其他的学习点 包括说 所谓的这个口语表达这件事情 嗯 其实读稿是一个学问 嗯 那急性发挥是一个学问 嗯 那钢要式的演讲是一个学问 是 然后另外呢 这种QA被咨询或是跟记者做问答 嗯 这其实每一门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专业的学问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把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看 所以我要强调是说 我想许富所想表达的说读稿机代表的是一个专业 是的 对 就是呃 不管是主播也好或是总统也好 他们用读稿机的目的就是要在降低出错 哦 这主播也是因为主播大家给大家的形象就是觉得是专业的 嗯 对 那你在主播台上不可以互不互说嘛 比如说你死几个人 哦 比如说这个伤几个人 那或是说几点几分发生什么事 什么地震 地震几点几几 这个东西非常专业的 这个呃 不能有任何的一个出错啦 所以我认为读稿机是代表也是一个专业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对 而且我觉得呃 我觉得 我们先讲主播这件事好了 主播其实不能不完全代表个人 他还代表一个节目代表一个时段的新闻 他还代表一个台 对 甚至他还代表代表呃代表代表一个新闻体制 是 所以他怎么可以以他自己的个人来发言 那总统就更不用讲了 是是 对 所以我那个所以看起来啊 你知道许富我刚刚讲 就是说他把每呃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不管你喜欢这个政治人物 不喜欢这个人物 我们就是用正面的一部分去看待他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所以你对读稿机有做了一个蛮好的一个重新正面的一个诠释 然后这里面特别提醒你的学习点就是刚才有跟大家有分享到 不管是读稿 然后即兴演讲 然后刚要是演讲还有这个问答是都是一门学门 所以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你要在哪个方向来做深入的探究跟专研 所以这个好延伸一下如果说你在这个企业体制啊每个人都会做presentation 甚至你在学校你可能也要做一些这个presentation好 那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十足的把握或者是呃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攸关到公司的 那也许读稿机会是一个讲稿 这个就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依序了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学习的一个态度 那再来你在这个有提到你就说这个政治人物这个我们在政坛上看到很多的女性 那你尤其提了几个典范包括柴契尔啦梅克尔啦或者武则天你当然讲了很多的例子 你给他们的标签是一个铁娘子的标签对 所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政坛上面 呃被贴标签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 是的对你想要解释的是这个吗 是的其实我特别强调的是铁娘子这样的特质 他确实是作为领导人领导人的这种人物 他的性格或是他的特色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嗯好因为其实包括像是柴契尔还有我举的几个例子 包括梅克尔 包括梅克尔武则天还有蔡英文 他们都有共同的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外号叫做铁娘子 嗯因为呃蔡英文应该是他这个辣台妹之后 大家才开始对他因为他对两岸关系踩的硬 对两岸主权踩的那种态度对对对对 可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的是很多国外的媒体人国外的记者 他们是封蔡英文叫做亚洲版的梅克尔 哦所以他们也会说他是铁娘子 是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 我们再来跟这个许富继续探讨政治人物被贴标签到底是一件好事呢 还是觉得有一些争议的地方啊 因为许富认为说一贴标签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但是又不要太多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待会见 POP抢先报 哈喽欢迎回来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秋名玉 今天又到了我们小玉聊天室时间哦 来我们小玉聊天室做客的呢 嗯是我的一个好兄弟哈 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未来总统学徐富 哎你好 哈喽小玉姐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呃刚刚上阶段讲到这个蔡英文的部分哈 当然他是这个女性政治人物啊 女性政治人物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政坛上 哈就越来越多了哈 那大家对于女性政治人物有一个期盼 还是认为说呃至少几个比较显著的人哈 像呃你在书里提到的例子 像柴契尔梅克尔跟武则天这种古今中外 大家还是很喜欢帮他们贴标签 希望是铁娘子的一个标签 嗯你认为说呃在你的书里里面讲说铁娘子 是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认可跟认知 但是你又认为这种标签最好是不要太多 嗯为什么呃我觉得 呃我觉得标签这件事情 它是帮助大众去寄啊去去去去能够 记住你这个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通常标签可能会有几个特色是好的 一个就是最好是轻薄短小 轻薄短小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要具备益传播的特质 而且他要很好记 那铁娘子或是辣台妹其实都是很好的呃 很好的这个公众形象的一种一种展现 嗯嗯嗯嗯嗯嗯但是可能像铁娘子我书中举举举举了几位嘛 对那其实几位铁娘子展现的铁的风格不太一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柴契爾夫人 我觉得她比较像是 红色的那种 炽热的那种热铁 因为她非常的呛辣 她展现的是那种 就是这种 她对于整个世界 她是毫无所畏惧的 直接开骂 直接展现自己 我记得柴契爾夫人 印象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画面 她退位的那一天 几乎是全场 应该是在 在那个英国的议院里面 包括她的同党的人 还有她所有的政敌 大家一起起立 然后鼓掌 然后她离开 那个铁娘子的一个世代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做结束的 那梅克尔就相对于 柴契爾夫人的这个热铁 梅克尔比较像是 坚硬的冷铁 冷铁 因为他是以坚硬而著名的 那武则天又是另外一种特色 武则天我们都知道 她这种 她是完全的 不畏惧于中国的那种男性强权 她几乎是在那个时候 不容易 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世代 对 可是她其实又能够很 很很很完整的展现自己的 女性的这种特色 跟这种魅力 利用女性上位 对 然后掌权之后又很霸气 所以她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例子 很谋略啦 那其实特别可以强调是有另外一位 美国的前这个前国务卿 欧布莱特 他有一个有名的叫做胸针哲学 是 就是说他会把不同造型的胸针 别在他的胸前 来展现自己的个人风格 好比说 他如果带上一条蛇的胸针 就是说 我今天很不好惹 所以你跟我讲话说小心一点 他如果带上乌龟就表示 我今天不想做什么决定 你有什么话慢慢讲 我要思考 好有趣哦 所以其实个人品牌这件事情 有自己的风格跟个性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在服装上 或是说在她的这个 个性的显现上面 就是说打造个人的品牌 你这本书还是要强调个人品牌 就是要展现个人的风格 就是说你有提到 就是说女性在服装 或是化妆这个部分 说你刚刚提的欧布莱特 是用这个胸针来表达 她的今天的个性 她今天的一个的心情之外 还有这个补警会 我们的韩国的前总统补警会 他是用围巾 对不对 那有一些人是用这个 刚刚你讲的胸针 就是还有一些服装 对 这个都是一些个人的特色 所以有些 所以有的政治人物 不一定就是要死板板的 一定要穿套装 或是说一定要 就是穿这个女性 一定要穿的 好像很裤装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你要这两个端点当中找到平衡点 刚才我们以欧布莱特 例子讲到的是 你要有独特的个性 对 可是你其实有另外一方面 你也是要在这个 呃做适合的穿着打扮上面 来跟独特个性来做平衡 怎么说 那比如说我以这个 普警惠的这个例子好了 他跟欧巴马同框的时候呢 他就会别上跟欧巴马的颜色 一样的领带 领带啊 对不起 围巾一样颜色 因为欧巴马最喜欢浅蓝色嘛 最常出现的 那当他跟这个英国女皇同框的时候呢 他会穿韩服 那上半身的韩服会 可能会是橘色 粉红色的表现 他们自己的韩国风情的 但是他下半身的裙子 他刻意选择白色 跟英国女皇的一身白 又能够连成一气 所以就是要在展现风格 跟做适合的妥协当中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 那个人品牌的操作 我觉得也是这一回事 哇哦 好有学问哦 这在在都是学问耶 很厉害 你这看了很多书 看了观察了很多的点 才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解构观察 那我们再来 赶快进入到第二个 因为你的书中的人物 真的太多了 第二个人物 你所写的是韩国瑜 那讲到韩国瑜 当然了 大家你在书里对他的形象 就是也是符合大众对他的一个形象 就是卖菜狼的一个草根形象 可是我觉得 比较有趣的是说 你在书里面将政治人物 也分为真草鞋 跟另类草鞋 那像林肯 所谓的真草鞋 你就说他 因为他真的出自于贫困家庭 对 那一路向上 所以这所谓的真草鞋 但是欧巴马跟川普 尤其是川普 大家知道他根本就是富二代 也是韩德金汤子出生 但是他们所展现的也是这个草鞋风格 你觉得你把归类为叫做另类草鞋 超有趣的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另类草鞋 其实我们先讲真草鞋 像你刚刚讲的林肯 或者是说这种 真的是这种贫困 贫困出生的这种 真的是穿的真的草鞋 但是另类草鞋 也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像是欧巴马 欧巴马其实也是出生于贵族政治世家 嗯 但是因为他小时候因为是隔代教养 他是阿公阿嬷带大的 对 所以他没跟爸妈住在一起 他曾经是一个街头吸毒的不良少年 嗯 那确实是经历过自己的那种人生低谷 然后慢慢的醒悟 欸 最后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 是 这个我觉得是另类草鞋 是 那川普就更有趣 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 他是富二代 他是企业家 他是华顿商学院毕业的学霸 然后 然后他还是电视节目主持人 脱口秀主持人 对 可是他居然能够在白宫里面 他能够把他的对手 那个代表就是 呃 上流 上流 对 的这个希拉蕊把他打成是 然后让这个草民阶层 认为一个这样的川普才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 很厉害 所以这种就是另类草鞋 对 我觉得另类草鞋有一些特色 就是他们真的很做自己 嗯 做自己 很做自己 我觉得做自己 这个又讲到 呃 一个东西叫一个车叫做 呃 典范转移 哦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种很做自己的人 开始出现在 不只台湾 全世界各地 然后变成一个 大家可能认为 欸 他居然是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 像是 呃 我刚讲川普嘛 还有英国的 Johnson 嗯 还有包括像是那个 呃 马克宏 是 然后甚至我们台湾的呃 柯P啦 嗯 然后郭董啦 他们某种程度上 他们都是很展现自己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人 嗯 因为大家还是对说这种什么上流阶级的那种 呃社会 所以大家会觉得他们比较假掰啦 对对对对 讲来讲就是大家觉得很假很假掰 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些尽管他们就像川普啦 强森欧巴马这些人他们是出身富贵世家 可是他们展现出来就是很真啊 做自己 所以更能够吸引到 比如说中下阶层也会认同他们 嗯 就是就是他 所以在你所谓的定义叫做另类草邪 对对对 那你在书里面好 也有提到 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蛮好的一些比喻达人 像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 韩国瑜就是这一类的一个 个中翘楚 他真的很会做比喻 比如说呃 讲讲一些这个惊人之语啦 老鼠偷东西大在后面啦 月亮跟着兔子走 就是一些比喻 你所谓的比喻达人 嗯 你觉得这个也是呃 一个个人特质蛮蛮蛮蛮突出的一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呃呃 现在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可以去学习的 就是不管是我们也许我们做节目的 或者是说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要做很多商务上的沟通 可是很多人做不到 就是把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 哦 对 所以 潜显易懂 现在没有人要想要听你 漏漏灯在那边只讲 我觉得现在不只讲话这样 连写文章都要这样 嗯 现在的连网路上的文章的风格也都是一样 嗯 什么样的文章能够被大家 尤其是政策 对不对 你想到郭董就想到什么 零到六岁国家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简单的政策 一个复杂的政策 你就是把它讲成一个口号 就零到六岁国家一样 大家都就就知道了 就一两句话想清楚 对 总比在那边漏漏灯啊 然后讲讲的一些不知所云 大家完全对你的政策是完全没印象的 我想你要表达的这种叫做比喻达人或是金句达人 对那我觉得韩国语的话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学习点 就是说呃你在对外做presentation 或是任何形式的国语表达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认识到你眼前的TA是谁 OK 对这个事情是很值得学习的 其实好 那这个我们刚刚解构了蔡英文跟韩国语之外呢 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来解构的是郭台铭 郭台铭 大家会想到是什么呢 当然是霸气总裁 而且会想到他拍桌 但是许富在这本书要告诉你 不是拍桌都可以随便乱拍 要拍的刚刚好拍到点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待会见 哈喽欢迎回来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小玉邱明玉 今天来到我们小玉聊天室 做客的呢 是未来总统学的作者许富 好 那我们刚刚上阶段已经提了两个台湾著名的政治人物 大家听得很过瘾 那我们第三个政治人物呢 要来解构的就是郭台铭 那郭台铭当然了 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 你所谓要行宿领袖品牌的一个典型人物 他想到就是霸气总裁 那大家想到就是拍桌 对 然后吓一跳拍桌 哦好痛 所以果然拍桌不能随便乱拍 手都疲了 但是你强调说拍桌啊 这个也不能随便乱拍 要拍的刚刚好 要拍到点上 嗯 这个是怎么说呢 我想其实要强调的是说 呃 郭董可能大家想到他就是很多新闻画面 他不管在记者会上 在股东会上 还是说在其他场合 他就是拍桌跟骂人 你也没在怕的 小股东嗆他再拍回去 对 其实很多 还撕报纸 撕报纸 然后退订这样子 那其实大家 呃 可能很多媒体会用比较幽默的方式 来展现他的这一面 可是我觉得这当中 我提炼出的学习点 其实是在公众表达的领域当中 场景里面的这种肢体语言 嗯 那换句话说 其实呃 我们刚刚也讲到欧巴马的例子 他在他的演讲 我我我个人觉得欧巴马的演讲 其实内容有的时候是空洞的 可是你为什么还是会觉得动人跟被打动 那是因为他的声音 跟他的肢体语言 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 嗯 那我们以国董例子来讲 其实你拍桌 你当然是要拍在那个 你讲话的内容当中最精髓 或是能够最打动到人心 讲到痛点的那个地方 嗯 你拍才会有效果 嗯 对 哇 这个果然拍桌是有学问 比如说像你 呃在书里提到的哈 呃像林肯 林肯他很有名的演说哈 他就是在跟这个反对派的议员哈 在这个做做这个好对抗的时候 他就连去拍桌三次 我听不下去了 这样子就直接 就是他这个拍桌会让人家觉得是今天一拍 嗯 这也不能太常拍啦 你每次拍 你现在大家都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拍到点上哈 好那丘吉尔他也是在他的演说我们将战斗到底的时候也是这样今天一拍就会加注人家对你更深的你所要表达的你的这个重点好那你又强调说这个领袖型的人物当然啦因为郭台铭拍桌他就是他生气嘛他这个想要强调他就开始拍你还强调一个说叫做胸腹共鸣 嗯这个是一个讲话的特色是不是嗯讲话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就讲话坑腔有力嗯是因为他们都用一个胸腹共鸣对共鸣的一个做法哎这个我好好奇哦这个回来现场示范教一下什么叫做胸腹共鸣 现场示范教一下我觉得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一起来试一其实首先是先吸一口气你你可不可以没有胸腹共鸣的时候讲话是什么样没有胸腹共鸣的时候没有胸腹共鸣的时候讲话就像这样哦轻轻柔柔的轻轻柔柔的可是这样子讲久了就会好累 为什么因为你都是用喉咙用喉咙 哦所以喉咙比较容易受伤对那如果有胸腹共鸣的话讲话的声音就会变成这样真的耶哈哈哈有差别耶真的有共鸣耶其实我听到我自己的那个体会是我最早在奥亚卫视的时候啊我同时播早上的新闻跟中午的新闻然后那时候长官就要我早上新闻要我用喉音播要慢慢的而且还要尽量用软性的台湾口音但是播中午新闻的时候呢就要我用胸腔共鸣 然后用丹田发音而且要语速要快一倍我那时候就明显的感受到这两种发音方式是能够带给人不同的效果的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早上跟各位观众打招呼这样子试一下早上轻柔没有胸腹共鸣是不是OK早上轻柔话就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许富欢迎收看POP早安新闻哈哈那如果中午呢观众好我是许富欢迎收看POP做五间新闻 今天的新闻重点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哇诶真的不一样诶啊胸腹共鸣呢胸腹共鸣胸腹共鸣 你刚讲话都是用胸腹共鸣在在做在表达其实我觉得胸腹共鸣它也有level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更能强调是如果你眼前的这个观众可能是五百个人一千个人的演讲 那你你一定要用胸腹共鸣的方式然后来展现你的这种power或者是说这种这种气势吧 哎不好意思我刚打断你所以你说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嗯嗯嗯深吸一口气之后呢第二步就是你要把你的气吸到丹田里面嗯然后当你在发音的时候你如果感受得到你的你可以手放在肚子上面 手放在肚子上你如果感受到感受到你的这个肚子是有不断的往里面收的就表示你是用丹田发音但是还有第三步嗯第三步是你的这个气要在从丹田出来之后要在胸腔转过一圈再出来这个需要一点想象力 哇哈哈讲的好像武侠小说天哪对对对这个需要一点想象力再示范一次跟各位观众打招呼这样子用胸腹共鸣的方式 用胸腹共鸣的方式 OK各位POP观众大家好我是许富欢迎收看POP五间新闻今天的新闻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请到特别特别嘉宾主持人小玉姐来跟我们一起来说明一下哇OKOK真的蛮有这个我我认为是我们小小的空间有一个回音对对对对对对哦好所以 所以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嗯因为如果将来这个大家都会有演讲或做presentation好上台报告的一个机会好胸腹共鸣 不过我特别还想要再带了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讲拍桌什么都是一些幽默的比喻更强调的是他为什么能拍桌因为他是郭董他有他自己的核心嗯他是那个讲到经济这件事情只有他能够被川普邀请去白宫的土人行办公室所以因为他有核心所以他能拍桌嗯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身上有什么样的话语权你的核心是什么哦对你要是一号人物 哦你要是讲到这件事情哦哦你要是expert你要大家能你要是大家expert要专家任何的一个人你要先做到那样的一个呃呃角色你才可以去拍桌哦哦你讲到重点耶对所以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拍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你今天只是小职员在跟老板讲话突然拍桌哈哈哈哈就拜拜了就拜拜了了解了解所以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非常好的重点就是要拍桌为什么郭董拍桌大家会关注他 因为他是真的是一号人物哦这是所谓的品牌核心这件事情哦你所要展现的是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好我们讲到就是说呃这个下一个人我们讲到柯文哲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一段一段讲今天只能讲四个人可是我觉得这样太可惜了所以我们速度快一点好你下一个人讲到的是柯文哲嗯那柯文哲他的品牌的魅力当然就是在于他的庶民力嗯庶民力还有你特别写到他的穿衣风格嗯 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哈哈哈那呃对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对其实柯文哲这件事情就是刚刚讲的呃典范转移的这件事情典范转移啊典范转移啊我觉得为什么是典范转移 简单讲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认为的政治人物就是穿着西装穿着皮鞋然后表现的非常完美精英分子对我觉得可能早期的甚至很多明星艺人也是走这样的路线嗯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呃公众人物不管是政治人物企业家 艺人还是各个领域的这些达人其实更多会受到欢迎的都是那些很展现自己风格的人而且 像英国首相强森大家注意到是他一头乱法这样哈哈对其实我自己住在英国的时候我都不我都不止一次在街上听到哦那个Johnson他骑脚踏车车从那边过去大家要过去跟他拍照就是像你讲的那个铁娘子梅克尔他还会自己去超级市场啊自己去买买东西对然后背影被被被拍到这样对对对对相信这个应该不不是 是刻意拍的吧因为像我们常常会说捕捉野生科匹这样子他去坐捷运啊带老婆去泡汤啊什么的类似像这样我其实会觉得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刻意的哦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介于刻意不刻意刻意不刻意之间哦刻意不刻意有跟没有之间就对了但是但是但是他们要展现的是亲和力但是anyway我觉得我觉得做自己的这个部分一定是存在的嗯那他也是能够让别人更喜欢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嗯哼哼哼那你除了这些之外 你会在他们身上还找到了我觉得是别人没观察到的嗯你说他们都有很强的反击功力嗯就是他们在面对对手的回击的时候嗯他们会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譬如说会高级酸啦哦你在书里讲一个例子我觉得超级有趣的你说林肯啊林肯他接到呃比如说他在讲的时候有有的人呃这个有一个民众就非常的反对他就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笨蛋两个字对对对 然后林肯非常的幽默就说哎这个人啊怎么署名就署名他自己这样对对对对很幽默的这种来来就是酸回去啦对所以你就认为说其实这些政治人物他在做反击的时候不见得要那么keep put嗯那你有时候展现你的幽默啦好来来化解这个也也是蛮还不错的一个其实这个是沟通技巧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时候硬碰意你还不如用你还不如用另外一种方式 打太极也好或者是用幽默的方式回敬回去也好是对 好那讲到打太极哦下一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王金平对王金平打太极的功力是一流的哈讲到王金平你会想到什么呢一个字桥桥那这个桥的这个形象到底是对政治人物来讲是正面呢还是负面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见 哈喽欢迎回来收听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我是小玉穷明玉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兄弟也是未来总统学的作者许富好我们快快快真要好快啊我怕讨论不完刚刚我们预告是说这个阶段要讨论的是王金平王金平呢大家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字桥可是呢很多人会对桥 会有负面的印象比如说什么密室协商啦这个黑箱作业问题是说我觉得你在书里面有提到哈我觉得他讲的一句话很好他说有的时候他大家会觉得他是好好先生公道博哈那常常会在瞧事情问题他会认为说我不是软弱哈因为他会面对一些反对党的一些质疑啦甚至有人会对他拍桌我不是软弱重点是在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是对因为大家知道在政治尤其在立法院很多法案要过哈 如果你是这个硬碰硬的话对尤其对反对党来讲因为你如果你举手你永远举不过人家对可是我相信就是说为了国家进步为了国家好很多时候不是举手硬干所以如果反对党他们想要得到这个执政党的支持或小党的支持你当然要透过这种折中协商对那我觉得立法院长像王金平多年来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对 所以为什么他都可以得到朝野两党的一个敬重不是完全都偏向执政党所以你认为说乔也是一个政治人物该有的也不是说一定有但是就是说呃一个蛮重要的特质 其实甚至我会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其实讲到王金平勾起了一个我非常的人生当中的关键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个回忆甚至可以贯穿我这本书的整本书是对我在我在建桥念书的时候我我论文写的是欧盟 所以我在比利时住过一段时间那有一次呢我在欧盟附近的一个小巷子散步的时候呢我走进一家小店我买到一张明信片那是明信片上面的那个图画我至今我仍然都都忘不了所以那明信片掉了它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个小朋友这小朋友呢他踩在一颗皮球的上面小朋友的身上呢层层叠叠占了28只动物28只动物而且是假的还是真的就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图画 小朋友踩在皮球上而且小朋友还要不断的踩让皮球滚动前进那这28只动物呢有蛇有长颈鹿有大象什么而且每一只动物的手上都拿一只国旗 所以那个小朋友的角色就是欧盟总理 所以他要传达的就是整个欧盟的那个架构就是一个大家要不断的瞧不断的瞧不断的瞧 尤其是那个小朋友跟上面的这些动物一定会有很多对话 比如说长颈鹿你的头向右偏一点大蟒蛇你的尾巴不要乱翘会危险 白鹿丝你乖乖停在河马的头上不要飞起来否则会出事 然后小朋友跟动物之间会有对话动物跟动物之间也会有对话 所以我觉得桥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那个图片让我觉得很幽默可是也很感动 就怎么样能够大家和谐相处你为了大家一个利益一个方向在前进 可是可能会有很多的杂音 所以就是要怎么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讲诺亚方舟 有点像有点像 但是你要诉诸的就是说 就像王金平所讲的 我不是软弱 因为如果要拍桌什么大家都可以 要呛吓大家也都可以 但是重点是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 尤其你说像欧盟 尤其每个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大家一定会捍卫自己的利益 但是要怎么样的整体和谐 然后做出一个欧盟 大家有利可以大家发财的一个方向 对因为我觉得你不只是一个公司 一个政党 党跟党之间一个国家 或是说整个世界 大家就是要一起找到一条 并肩而行的方式 那乔就是乔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手段 或是智慧我觉得 好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有一个人物 你形容的蛮有趣的 朱立伦 朱立伦的部分 这个你当然是对他有的这个品牌 你对他的个人品牌 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你觉得他是自嘲 有气度哥 对 这个部分 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我想其实气度哥 媒体也都这样形容他 不过我觉得确实 自嘲这件事情 他是可以帮很多人 化解危机的 而且也能够让你在很多事情 你可以做得更顺利 然后也可以在你也许没有办法达到大家期待的时候 他能够让大家对你的其他稍微再降低一点点 而且对你的印象还是好的 所以你觉得自嘲这个方式是他成功 就是目前为止在政坛上 还是蛮多人就是对他感到敬佩 其实我就是说 你会觉得尤其喜剧 喜剧人物 我不是说朱立伦是喜剧人物 但是我认为最难的是喜剧 喜剧的话 你不是嘲讽别人 最高幽默的最高境界是 其实真的是自嘲 自我嘲讽 嘲到自己嘲到点上 然后又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 我觉得朱立伦确实 大家就对他的气度 尤其他这次总统 你想要表达是总统他的初选 这个虽然没有不如人意 但是他能够展现他的气度 又能够自嘲 目前为止 其实大家对他的形象 都还是觉得蛮不错的 对 也可以对未来还可以继续 如果他没有展现出他的气度 也许他的政治生命就这样子 可能就平平的 对 可是因为他就是展现他的气度 然后三不五时还可以稍微自嘲一下 他就多了一些特色出来 正常 他就说正常论 正常 对 可是你就是还有讲说 他这个演技差 你觉得他的演技在政治人物 还没有到炉火澄清的 其实我觉得演技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可以回归到我们这公众人物怎么样 或是说你要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你到底要 你你你你你你到底要 但你要有做自己的部分 可是你也必须要演艺的部分 这个当中还是要找到一些平衡 对 那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 每一个人都要找到 自己适合做的事情 你你你如果就不是那种很会演的人 那你就不要刻意去演 否则你会真的会变死不想 哦不要刻意去演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有讲到就是那种微笑 微笑要跟假笑 这个要让人家觉得你是真诚的这个部分 有时候也是需要练习一下 我觉得不管是观众选民还是粉丝 现在大家都很聪明 其实你是不是用一种比较真的一种态度 在对别人做呃做做接触 或是说做互动 大家是能够判断的出来的 所以演了太多真的不是好事 嗯对 好尤其现在的这个品牌的潮流啦 都是比较属于做自己的部分 是是是 好那剩下时间我们赶快再来讨论 这个赖清德的部分 赖清德的部分 你就认为说他真的 就他的这个金牌啦 也就是他他的这个 他真的就是草鞋 就是贫苦出身 你觉得他这是他真的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 就是给他一个金牌 一个政治人物成功的一个金牌 还是说从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啊 我觉得这个品牌出身的这件事情 他是可以呃让更多人去认可他的 成功典范 对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矿工之子 对矿工之子 然后可以成为一个医生 对那其实呃我觉得比较可惜 可能是赖清德的风格就是比较他给人比较憨厚的感觉嘛 然后佛系打法 佛系打法 然后也始终如一 嗯那那我觉得这样的特色呢 在打选战来讲不一定是占便宜的 嗯可是也许可以让他走得更长远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像最近政坛上这个佛系打法的似乎都比较没有好的结局 像丁守宗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很佛系 大家会觉得太温 所以你会觉得在这个世代呃 不要再讲什么温良公俭让 就是我要什么 我就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就是要要要当总统 我就是要选这样 而且不要扭捏啊 不要这个好像要当选也好 不当选这个好像就是就是太佛系 太温啦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你的 应该攻击还是要攻击 就是看你的目标 那如果以这种时效性有限的选战的话 温良公俭让真的是不行的 嗯对 可是如果你要也许有一辈子的政治生涯要走 那或许佛系打法很可能也是一种智慧 嗯可是我坦白讲 我在观察几个政治人物哦 你说像王金平他后来也真的是太佛系了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要干嘛 比如说你这样为什么他们可以当领袖 你应该愿意追随他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目标跟我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才愿意再投注在你身上 那如果今天当你感觉好像好像也输也没关系 不选也没关系 展现太佛系了 嗯那我就会不知道说你的方向是什么 这展现在企业上也是一样嘛 我今天就知道这个标案 我无论如何我不择手段 我就是要拿这样这个标案 对 对那我可以帮你限册嘛 那如果你好像有也可以不 那个底价太低也什么那个也不做这生意我也没关系 对 我觉得感觉你就没办法去激励下面的人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可以思考的是第一目标这件事情 你两个月的目标五个月的目标半年一年十年 那你有了目标之后你就能够清楚的知道你要怎么做 所以就像小柜姐刚刚讲的呃温良工姐让不一定适用 可是还是要看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要怎么达到那个目标 好对 因为今天受限时间的关系哦 我们其实这个在书里面他对了张善政周锡伟还有张亚中 他都有这个许富都做了不同的这个品牌的架构解析 要真的很推荐这本书如果在我们这个社会哈你想要呃开始就是要做一个呃怎么讲就是你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他向上的人的话哈我认为这本书可以给大家一个很不错的参考要怎么样才能够突出自己的魅力啊打造自己的品牌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深思是今天非常谢谢许富来到我们的小玉聊天室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拜